小树蛙正在玩它新买的遥控汽车 在一旁的狐狸猫看到了 露出超想玩的表情 小树蛙,可以借我玩你的遥控汽车吗? 小树蛙摇头拒绝 你这个小气鬼,借我啦! 不死心的狐狸猫开始跟小树蛙抢遥控器 车子怎么不会动了? 都是你害我新买的遥控汽车坏掉了! 事后,狐狸猫心里很是愧疚 要是可以好好等小树蛙 玩玩遥控汽车不要跟它抢 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了 听着小树蛙啜气声的狐狸猫 决定求助猫族万事通 多拉居梦 狐狸猫用了好几个猫咪最爱的罐罐 才换到了多拉居梦的神奇道具缩小灯 这次抢救遥控车计划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路过的小树蛙 也想要跟它一起拯救自己的玩具车 狐狐狸猫和小树蛙拿缩小灯照自己 两人开始逐渐缩小 进入了遥控器里面 进到遥控器内的小树蛙 好奇地问 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在导线里面 小树蛙看到导线内 有一大颗一大颗的东西 又问了狐狸猫 那些一颗一颗的东西是什么啊 那些是正电的金属原子核 以前的科学家误以为电流 是由导体内正电荷的运动所产生的 也规定了正电荷流动的方向 为电流的方向 但是直到了1897年 汤姆森发现电子 以及随后科学家对原子的构造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之后 我们才知道 事实上导体内带正电荷的部分 也就是原子核 是不会移动的 能自由流动的 是导体内可脱离束缚的电子 也被称为自由电子 而它们的移动 被我们称为电子流 因此 电流 也就是正电荷流动的方向 是由电池的正极 经过导线流向负极 而电子流 跟它的方向相反 是由电池的负极 经过导线流向正极 为什么以前的科学家 连导线中是谁在运动都搞错 还有办法研究出这些事情呢 原来是因为 它们两个造成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真正在动的是电子流 但是我们所谓的电流 其实就是想象成是带等量的正电荷 做相反方向的运动所产生 电性相反 运动方向也相反 出来的结果 负负得正 所以因为大家都用习惯电流 这个称呼了 就将错就错 用电流来解释说明电的作用 也是没有问题的 哇 有好多电子在运动啊 小树蛙左闪右躲的 要闪开运动中的电子 其实科学家们也有帮我们定义一个量 让我们来评估在导线里流动的电荷多不多 我们称这个量就叫做电流 那我们要怎么去计算呢 电流的定义是 在单位时间内 通过导线某一截面的电量 我们通常会使用这个公式 而电流的单位是库轮除以秒 或以安培来表示 他们现在这里有这么多的电子 这样有没有100安培 看来小树蛙不知道电流的厉害啊 一安培是每秒有一库轮的电量通过 也就是每秒有6.24乘以10的18次方个电子 通过该截面 而你知道吗 如果你接触十分之一安培的电流达几秒 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呢 电流还真是可怕呢 荧幕前的你 是不是很好奇 科学家是怎么测量电流的 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仪器 被称为安培剂 用来测量电流 而测量电流 其实就跟测量道路上车子的流量一样 那安培剂 就有点像是道路上的蓝简站 由此可知 我们如果要测量一条电线中的电流 我们的安培剂应该要怎么接呢 荧幕前的你 可以帮帮小树挖吗 利用串联的方式 来利用安培剂进行电流的测量 就像警察 不会要测这条道路的车流量 结果跑去另外一条道路拦解 但是切记 使用安培剂 还是有很多地方要注意哦 1. 安培剂不可以单独跟电池连接哦 要不然会烧掉 2. 安培剂上红色的接口 要接电路的正极 黑色要接负极 此外要特别注意的是 通常安培剂上都会有不同的档位 像是图中的安培剂 就有50毫安培 500毫安培 5毫安培 三个档位 应该选择适合的档位来做测量 例如 这个电路的电流大小 应该只有大约30到40毫安培的电流 所以选择50毫安培的档位即可 3. 假如你今天测试的电路 你并不确定其中的电流大小 先使用5安培档位来开始测量 为了要测量值更加精准 再换成较小较精准的档位 要不然超过该档位的测量上线 可是会造成安培剂永久损毁的哦 小总结一下 安培剂的使用规则 1. 安培剂不可以单独跟电池连接 2. 知道大概电流大小时 选择适合档位 3. 不知电流大小时 由大档位逐步切换至小档位 4. 安培剂在电路中的正负连接方式 走在导线中的小树蛙 感觉到有点怪怪的 它们周围电子的速度好像变快了 狐狸猫紧张地叫着小树蛙 赶快抓紧它 小树蛙紧张地大叫着 前面的东西是什么 狐狸猫说 完蛋了 最后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 电流是用来形容正电荷的运动 但现在的我们知道这是个误会 真正在移动的是自由电子 而电流的方向由电池正极 经导线流向负极 电子流则是形容自由电子的运动 在我们发现了电子 电子流的概念也随之出现 电子流的方向由电池负极 经导线流向正极 而两者的效应其实相同 是因为正电荷与自由电子电性相反 运动方向也相反 产生的效果相同 这也导致电学早期的发展 不至于公亏一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